请随我走吧 感谢各位前来捧场 下面这场戏呢 我想请兵客试一试 哪位兵客主动试一下呢 前面这位少爷和这位小姐 二人长得十分登对啊 我想演这出戏是再合适不过了 二位意想如何呀 先演一个吧 先演一个吧 既然班主好声招呼 那我们自然也不能拒了班主一番好意 是不是 不见重重回廊 不论礼数规矩 这牧春四月的山中啊 花束勃然开放 角洞一池闭塞 叫人心生欢喜 金戈铁马离家多年 这一场保家卫国的夙愿 终于一景还乡 哪里来的男子如此唐突 哪里来的姑娘 秋波盈盈 您虽翩翩若先 说话却好不讲理 这位军爷 是你坐下的马儿擦肩而过 掀起了我的裙脚 你却反倒怪起我的不是 我的马儿带起了你的裙脚 你的裙板染满了春色 乱在我的心弦 山路难寻 不如你也坐上我的马儿 我许你一生一世 相伴如初 烟熙 你身份骄金 又怎能戏弄一个 素不相识的女子 许下这无妄的诺言 你清澈的同谋 如同春色 绽放在我的心头 我要你知道 我待你绝不是朝夕露水之情 我盼与姑娘 长相厮守 年年月月 我便伴你 月月年年 三个 错了 错了 这位姑娘 请随我走吧 三个 三个 戏本子不是这么写的 那是戏 我倒是觉得 天下人唱戏 自然是心中有情 我认为 一个男子 若是亲亲于一个女子 他便可以为这个女子 做任何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